人家回家檢查 在這裡 是要對我 對中華民國 還是要對個人保護 兒子終於被釋放了 但船長父親依舊一肚子氣 東盛集16號船長潘建篷 透過衛星電話 語氣中同樣 萬般無奈 冠軍他們的舉遊所 送飯來就要從下面那邊 有一個小小的東西 中間是檢查 把我前傳過去的衣服都脫起來 明明在合法海域捕魚 卻遭日方扣押 他就被以直升機送往橫濱 全船被脫光 徹底檢查不說 最後關進單人拘留室 船長潘建篷形容 這跟坐牢沒兩樣 完全沒尊嚴 整起事件就發生在4月25號 東盛集16號就在沖織鳥礁 被日方公務船扣押 晚上日方還沒等到170萬匯款 就先把船長送到橫濱 隔天一早家屬急著匯錢 晚上潘建篷才被釋放 正在返航路上 預計一個星期後會回到台灣 台灣的約束告訴我 從那邊可以的 整個過程別說到日方扣押 石像坐牢一樣被釋放後 日本船艦在附近架設機槍 天空不時有戰機飛過 嚇著船長價值十多萬的魚具 都不敢收就趕快離開 這些海上驚魂 儘管在家屬匯款170萬後 人傳平安 但損失了錢還要被逮捕 拖廣檢視 好端端的被當成犯人 失去的尊嚴 該怎麼討回來 記者張春華 賴筆箱屏東報導